今天来了一个拥有音乐梦想 而是在梦想实现了 不仅在咱们中国实现 在世界的舞台上都实现了 被称作是一个大师级的人物 没错 而且他从小就被称为是音乐神童 一般音乐神童 你像贝多芬啊 莫扎特都是几岁 就展现出音乐才华 他也同样 他是中央音乐学院有史以来 最小的学生 几岁啊 八岁 这样 我们先通过他童年的照片 来猜猜他是谁 好 来看一看 来 看看他小的手 好可爱啊 哎呀 这个好帅啊 这已经很有范儿了 对 非常帅气 英俊少年 对 哎呀 我这就不能说 这是鲁玉小时候了 哎呦 你看 这已经真的是很帅了 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 外国的一位朋友来 正好来中国采访邓小平同志 小平同志呢 就向外国有人介绍了 这位音乐神童 对对对 我估计这照片 就是有可能当时拍摄的 好 究竟是谁呢 现在 啊 揭晓迷迷了 曾经的一个小帅哥 如今已经长大了 成为一个音乐大师了 好 那我们就掌声欢迎 吕思青先生有请 有请 有请吕思青老师 哇 吕老师好 吕老师好 大家好 粉丝众多 对 因为现在啊 可以说我们中国发展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而且家长现在都非常非常重视孩子们音乐素质的培养 所以今天我们现场来了很多的孩子他们都是在学音乐的 没错 没错 咱们先让吕老师用一种特别的方式 用小提琴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小提琴会说话的 在考我呢 但是我们这个以前啊 在音乐学院上学的时候也有的时候有点调皮啊 然后练琴练累了吧 就拿着这个琴随便玩玩那样的 所以也做出些怪声来 比如说我们当时就说 比如说人鲁玉啊 人鲁玉 我们这边都很可爱的 你好 你好 我想听一听那个就说 吕思青 吕思青 我的名字会不会就难一些 四个字 月亮姐姐 月亮姐姐 这比这个参加小提琴比赛还难 我还告诉小朋友们啊 这把小提琴是一个古董小提琴 价值连城哎 我让这个小朋友们猜一下啊 能不能知道我这个琴是有多少岁了 猜猜多大年纪了 几岁 我来 你先来 你这穿粉衣服的 你说多大了 我觉得这把小提琴有十好几岁了 十好几岁了 到底多少岁 你给个具体的 十八 十八 成人了 你过来 你说 红衣服那小朋友 你说 一百 一百岁了 还有吗 我看现场的最小的小朋友 你看这个小提琴几岁了 是老的还是新的 十岁 五十岁啊 你几岁了 四岁了 我四岁 他能有猜这个 十八的 五十多的 一百岁的 有在这个区间里的吗 因为这个小提琴啊 从一岁的到几百岁的其实都有 有刚做出来的 但也有吧 就是年岁很大的 已经经历了很多演奏家的手里演奏过的 那我今天带的这把琴呢 是由意大利的这个 志行大师 Galiano 1709年制作的 所以你们算算多少岁了 好几百岁了 三百多岁了 原来他是小提琴 三百零五岁了 爷爷 小提琴 祖爷爷 祖爷爷 对对对 经历了多少个世纪了 三百多岁的一把小提琴 对这个因为意大利是现在小提琴的发源地 也是制作小提琴最好的地方 三百多岁前云集了很多志行大师 到现在也是最棒的这个志行大师啊 像Galiano 所以那我就用这个琴先演奏一个 咱们都特别熟悉的梁柱的片段吧 梁柱的主题好不好 梁柱的主题 太棒了 好 咱们都特别熟悉的梁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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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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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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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老早就听到这个吕老师的大名 其实在一开始学的时候 就很敬仰 他为什么会落泪 他就在想 我儿子什么时候才能拉到这个睡眠 确实 也许每个妈妈的梦想 都是希望学琴的孩子 将来长大以后能这么有出息 我们补充一个音乐知识 这古董的小笛琴 就这名琴 当这个琴弦 你刚才听到那个很弱的音的时候 普通的小笛琴可能会发不出来这样的声音 但是这种很名贵的 经过很多这些大师使过的琴 一点点微弱的声音还是都会有的 而且会触动你的心弦 当然还需要大师非常好的 这个良好的技术和情感来把握 我相信这个琴经过三百多年 经过那么多音乐家的手 所以这个小笛琴本身 这架琴它就有说不完的故事 对 非常有故事 而且像这个琴啊 它虽然制成的这个年龄是三百多年 其实这个木头还不止三百多年 因为在意大利当时 包括现在在克勒蒙娜 都是家族式的这个制琴的这个行业 所以一般爷爷就把那些选好的好的木材 就挂在那风干 然后到孙子辈的时候才开始做 孙子才开始用这些木材来做 所以这个木材已经是很加旧 咱们里面就是传那个传个金手镯 孩子爷爷给你背着的 人家那边就是爷爷给你准备了块木材 刚才那个小朋友的妈妈 说了她的孩子在学琴 我通过那个吕思星老师一本自传 我了解到 就她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呢 就表现出了这个音乐天赋 但是对我母亲来说 当时她并不认为是一种音乐天赋 她认为对她是一种折磨 因为我太不老实了 我父亲当时他存了很多那个老唱片 那个七十八战那种老唱片 留声机的那种 然后呢在家里整天放嘛 我两个也整天练琴 所以确实是我在我妈妈肚子里头 就一直在听小琴的声音 就跟着妈妈是吧 对 而且这个我有个真实的故事 就是我母亲 她后来确实反应很大 她这个很受折磨 所以她就不想要我了 你知道吗 真的 然后就去医院了 然后呢 已经到了那个手术室吧 然后我父亲就不签字 就立保把我给保下来了 哎呦 我特别想知道的 就是这音乐神童得有一个慧眼发现 就是你在那么小的时候 你爸妈妈是怎么就发现你的音乐方面有天赋 对就是还是一种反应嘛 因为小朋友他会对很多事物有不同的反应 我就是只要听到音乐或者有节奏的东西 我就很兴奋 七八个月八九个月的时候 所以白天父母上班的时候奶奶看着我嘛 经常我躺在床上他就给我唱很多儿歌啊 他就发现我只要一给我唱歌吧 我就特别 兴奋 特别兴奋 特别高兴 手舞组倒了 然后到我差不多两岁的时候啊 我叔叔啊 三叔 他每个假期从外地来看我奶奶 然后他也是非常喜欢小鸡 业余拉小鸡 他就拉一首曲子 然后呢 突然就有一天吃饭吧 我就把两个筷子拿起来 就模仿他那个拉琴的那个姿势吧 两岁的时候 然后嘴里就哼了个曲子 就很多旋律我都哼出来了 真的 家里有个这样的孩子出现 真的是挺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所以家长朋友们如果发现 你的孩子也有这方面的天赋 一定要让他尝试一下 对 而且我觉得爸爸妈妈真的要有一个发现的眼睛 去发现你孩子身上的这个长处 然后利用他的这个兴趣去好好地培养他 最好是小孩自己喜欢 当然是很多东西呢 因为小孩最喜欢的其实是玩 这个我很有经验现在 因为我有两个孩子现在 所以我非常有经验 他们最喜欢的事情是 比如玩Lego啊 玩什么的一些游戏啊 所以有很多东西你还得去引导他 去规定他 去做一点啊 去引导他 去启发他的一些情绪 那我呢是比较主动的 我三岁多的时候 因为可能还是因为我两个个学小的琴 拉小的琴 所以我三岁多跟我父亲说 我说我能不能开始学小的琴了 然后我父亲当时还挺认真的 因为他每年啊 有几次来北京上海去那个 出差的机会 他也认识一些音乐界的朋友 他就咨询了一下 然后那些老师说太早了 三岁多太早了 所以我是四岁半才去学 因为学琴啊 是这样的 特别是比如弦乐 钢琴啊 是当然可以比较早学 对吧 像管乐 尤其是铜管 那不能太早 因为那个肺活量还没那么大 所以不能太早 但是呢 小极琴钢琴早呢 就弦乐早 也要看你比如说 个子啊 你的手啊 手臂够不够长啊 包括你的手指的软硬的多啊 灵敏性啊 还是要根据你自身的这个状况来决定 所以 我觉得五岁左右学都挺好 五岁左右学 小提琴就可以了 但是说学小提琴啊 学过的人 为什么刚才那妈妈眼里有泪 太不容易了 没有童年 真的非常苦 到底有多苦啊 因为每天都得练琴 有一个印记 大家可以看一看 好 我们请这个李老师 稍微扭过来一点 看看 大家看看脖子上 这就是天天拉小提琴 磨出来的一个茧子 就在博 这个就是像汽车品牌一样 一看就知道是拉小的 对 要想成为大师 要想成为小提琴演奏家 真的是一滴一滴的汗水累积而成的 大家一定要努力 对 刚才鲁玉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 说到了这个 李思青老师小的时候 被奉为音乐神童 成为了年纪最小的 就考进中安乐学院的一个学生 当时邓小平爷爷还是一句话 成就了一个孩子小时候的音乐梦想 对 这里面有什么故事呢 在我八岁的时候 真正就是在当时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 我父亲没有告诉我 因为我父亲觉得 不希望我在那么小的时候 认为自己很特殊 他希望我跟所有的小朋友 应该是一样的 在我七岁多的时候 他就带我去了中央音乐学院 然后找到一些像林耀基老师 司徒华生老师 这都是中国最有名 韩丽老师 把我听了听 他们都觉得我很有才华 但是觉得青岛 当然作为一个 不像北京上海那么大的城市 师资力量不是那么强 他们就觉得我应该 尽快地接受好的这种 老师的这种训练 所以他们就跟院长说了 那院长就召集了 小提琴学科的老师 听了我一次 大家都觉得很好 就叫我回去等通知 结果等了半年 也没通知 然后我父亲还写信 给学校什么 就是很多老师说 没有先例 对吧 因为从来没说过 因为那时候中央音乐学院 副小是四年级开始收学生 那时候我在小学一年级 这样呢 中央乐团 当时有个副团长 也是音乐界老前辈李玲 李玲老先生呢 听说这个事情 就觉得很可惜 就说如果我不能来上学的话 他很爱财嘛 他就跟他女儿说 能不能跟邓爷爷的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说一下 让他跟他父亲说一下 那结果就反正就说了 说了也没人抱有任何希望嘛 只是觉得能说说也不错 结果谁想到 就有一次报纸上登出来 一个新闻啊 就是邓小平 接见一些美籍华人科学家 在谈人才的问题上 他突然就说 就是对待一些 特别有才华的人啊 特别有小孩 年轻人 应该有特殊的这种 给他们创造条件 我就听说青岛有个 八岁的小孩 小精神拉得很好 像这种天才 就应该给他创造成 让他好好的学 结果这个就被中央医生 领导就看见了 我面上就看 说你看 邓小平都说可以 咱们就可以录取了 哇 我觉得要谢谢那些老师 没错 谢谢那些伯乐 爱才 包括现在的 我们的真正好的大师和老师啊 一定要有一个发现天才的眼睛 圆一个孩子的梦 帮助一个孩子去成功 好像后来我听说 王振珊老师带你就像 就像一个父亲带着一个孩子 像一个八岁的小孩 这么一点点的交情来 是的 我跟王振珊老师 感情非常非常的好 我记得87年的时候 我们去意大利 去参加 帕格尼尼小提琴比赛的时候 当时文化部派了一个人 是个女的 然后呢 王老师和我 我们三个人去了以后吧 很多外国选手 还有外国选手的家长 都以为我们是家子 因为在国外 一般都是家长陪着这个孩子 你是两个老师陪着孩子 对我是两个 那时候多大 17岁 17岁 就是那一年获得了 意大利帕格尼尼小提琴比赛的金奖 对是的 也是成为了第一位 获得这个意大利 帕格尼尼小提琴金奖的东方人 对咱们东方人 当年才17岁 对 但是呢 刚才提到的另外一个老师的名字 王振珊老师 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记住的 因为往往都是学生成名的 大家都把老师的名字给忘记 但是在这背后 有老师心心恳恳的付出 王振珊老师 我们也得感激他 对 感谢王老师 感谢王老师 这是当年获奖时的金奖 戴着近视眼镜 少年老成啊你那时候 这个是你啊 对 这还有 这也有故事 17岁吗 其实这个 我以为是代表团的团长 所以 我很多朋友啊 都说我这个 越长越年轻啊 逆生长 对啊 对 我感到很高兴啊 但是确实 你知道 当时我获奖以后啊 世界上一个很权威的音乐杂志 叫Strat 就是那个小兵 知情大师的那个Strat 有篇文章 第一名是来自中国的 17岁的吕思青啊 然后打了个阔府 虽然她看起来要 年长几岁 要调查一下 是不是 是不是 有需要一些 区报 区报 医毛年龄 但是确实 后来我 回来以后啊 文化部 主办了两场 这个获奖音乐会嘛 在北京音乐厅 然后演出完了以后 有很多乐迷 来 来祝贺 然后最后有一个 我记得很清楚 一个男 男乐迷 祝贺我半天 最后 问我 雨昕 你到三十了吗 你有三十岁了 17岁的小伙 哭了 我真的没有认出来是你 一般那个 在少年的时候 都想让自己成熟一点 我觉得可能是 练琴练多了 有点庄重了 由于练琴练多了 让自己变得更成熟了 更沧桑 又由于练琴练多了 然后演奏的这个 水平越来越好了 就让自己又逆生长 越来越年轻了 我再补充一句啊 就这个帕格尼尼 国际小金大赛 就相当于电影界的奥斯卡 就是中国人 东方人能拿到这样的奖项 这真的是一件 非常非常令人骄傲的事情 一直到现在 这也是咱们 中国和亚洲的奖项 最高的奖项 真的了不起 路线兴 西纽 调